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我們努力了兩天兩夜呢 在蠍鬼信儲者中 我們終於成功打敗死神了 在今天影片中呢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正確步驟是怎麼樣的 如果照這個步驟來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這一次呢 挑戰的是普通的難度 就不是那個hyper 沒有加金幣 或是加那個幸運值 那這兩者才大概就在 敵人的移動速度比較慢 那死神不知道沒有票比較慢 但是我們這次挑戰就是普通模式哦 那這些狀況呢 紅寶石一樣在畫面外 如果三分鐘以內 沒有看到這紅寶石呢 通常就在 我基本上都會在右邊找到他 那這邊如果沒有選到時間停止 或是月跪夜的話 基本上就死定了 啊運氣比較好是 死神剛好從左邊來 被那個書櫃給卡住一陣子 好不好我大概會死一次 不過這面就選到時間停止器了 那接下來我們的選擇呢 有點不一樣哦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在選擇之前呢 我們天賦只有這兩個沒有點 其他全部疊滿 再次武器方面 基本的聖水符文 還有時間停止器跟月跪夜之外呢 最佳首選當然就是骨頭啦 但這個出現力非常低 我嘗試了兩天呢 只有在開場看到過一次 如果你能在最後發現骨頭的話 不要猶豫選下去就對了 這個會更快的獲勝哦 沒有骨頭的話我們可以選擇小刀或是魔杖 那我後來發現這個雷電戒指也是可以選的 再來飾品方面選擇增加範圍的蠟燭 投射物加速的手套 增加持續時間的拼血器 增加投射物的戒指 復活的鐵阿米蘇 增加攻擊的波菜 基本上就選這六個沒有其他選擇 那今天的狀況下呢 我們絕對不能選的是加攻速的書 加攻速不好嗎 為什麼不要選呢 因為這邊跟時間停止有關係哦 我們需要讓時間停止的時間 跟我們的射線的速度是一致的 那比較貼近呢 就是天賦的5%加速就足夠了 需要之後呢我們要去開寶箱 我這些狀況拿的是小刀跟來電戒指 那這邊可以加減打一下 那這邊呢我要讓他停止 那最好拉凍結的時間呢 是在你的射線在 11點12點跟1點鐘方向 也就是上方 啊因為我們這個跟他卡的位置有關 我們下面把定錄之後呢 稍微把它推到我們這個要卡的這個點 也是這個書櫃這邊 那右側那基本上 呃你的位置大概跟我一樣的話 應該就能複製我們這一次的勝利哦 那這一次我們打的很快哦 這個洛雷意外的不會把他擊退哦 不會彈走 不知道是改版還是怎麼樣 那我們這一次在0.12版是這個狀況 是可以過關的 然後零件戒指強化之後就是他會墊兩次 然後呢我們這個 可以看到就符文的那個彈射 真的是非常的高 那有骨頭的話這個會打的更快 那我們這邊穩穩的一分鐘啊定住 你可以發現我們的這個冰凍的時間呢 剛好就是在同一個射線 我們是11點鐘的時候會射到他 然後他剛好活動起來 然後再被定住 好這是我們要控制這個射速 然後呢讓他 基本上他只能活動個0.5秒到1秒之間 所以我們被打傷害就不會這麼多 我就可以穩穩的定住他 好這是為了控場 那我們這邊呢1分20秒再定住一次 然後很穩 很穩啊卡這個位置然後造成最高的傷害 然後解決了 1分26秒真的嗎真的解決了嗎 我們慢動作再來看一次死神消散的瞬間 真的解決了而且好快哦 沒有骨頭居然在1分26秒就能解決了 真的很誇張 我們這次的狀況真的是非常的順利哦 那這次的選擇也沒有說到太特別就是 都是很好選都會拿到的東西哦 那主要就是我們調整那個射速 讓我們的冰凍射線可以穩穩的控制住他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應該是非常關鍵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還可以看能不能達到第二隻死神 那或是可以存活多久呢哦這邊還是等他推過來 好那一樣的位置 然後一樣11點鐘啊把它定住 那一樣的傷害輸出嗎 呃他好像需要再下來一點 他有點太高的 所以你要注意到他死神不能太高 太高的話我那個浮雲會彈不到 可以發現這個傷害就少了很多 所以這邊我想辦法拉下來一點 好所以我們動作這個射線就是很穩定 好所以他移動不容易 好有稍微引他下來一點了 ok 那這大概這樣子 那這個傷害也是這樣高 那我剛花了大概 呃出了前面移動時間 大概花了1分10幾秒打敗第一隻 那第二隻呢 呃同樣的時間下有辦法打敗嗎 來試試看 那這邊等待三分鐘 然後第三隻死神要出現了 好這已經是第四隻了啦 不過這隻輸出的時間 沒有像第一隻這麼多 來看一下狀況沒有辦法解決他 好那準備3分鐘 死神進場 可以推進來了 好那看一下 我們一樣等這個射線到左下角的時候 他就會開動 然後我們再射線再往左射 好不過這樣這一下這個0.5秒的延遲 他就已經把我們這個角度推走了 我不是剛好這個位置還不錯 兩隻死人都到最大化的傷害的位置哦 哦搖滾區 好那我們傷害 應該 很棒才對 好時間3分鐘 哦 以輸出的時間大概跟第一隻差不多了 然後再看一下狀況 打的死嗎 哦不過他們現在就是互相推擠推擠的 哦有些有一隻死人 可沒有辦法達到完美的傷害 好再來不過我這樣子 是四分鐘要到了 好可以嗎 我覺得輸出時間 應該已經要能打死才對 如果他們血量是一樣的話 我覺得應該已經可以打死第二隻死神了耶 好那四分鐘啊 第五隻死人入場 啊這個狀況下就有點不妙了 我要定住這三隻 會有點難 啊不過你可以發現這個雷電 你真的不會擊吞那些死神呢 卡著好的話 怕是會被那個書櫃卡住的哦 所以如果是之前沒卡好 你可能是太上面了 然後死神從上面滑進來著 然後可以發現三隻死神 好像有點撐不住了 他們呃我現在沒辦法完美的輸出 有點位置不對了 稍微走一下 好像不太行 哦但打那麼久傷害 應該也夠了 還是打不死第二隻哎 所以我覺得他死神的血量 會不會每一隻死人血量都是 翻倍的啊 不曉得他設定怎麼樣 但是我撐不住了 4分鐘45秒 那再看看我的復活還有幾次 但我覺得輸出的時間 呃比起第一隻來說 應該他要死掉才對哦 但是 我們35分 好還可以復活個兩次吧 再刷一下 好第六隻進場 啊真的是不妙 好真的撐不住了嗎 大概是不行了 不行了好 再復活 好 這是最後一條命了吧 再撐一下 還是打不死哎 到這個狀態 真的打不死哎 我覺得我們叔叔力 比起第一隻這個時間長很多了 那不過我們還是打敗的第一隻死神 沒有問題了 最後的結算是這樣子的 那打敗死神不會跳成就 我們回到主畫面看一下 真的有解鎖死神了嗎 有味多一個黑鷹 第13隻角色 死神 1399塊 真的可以接鎖 沒有錯 我們的死神終於成功了 我們今天先把能力 呃重置一下 看一下死神基礎的能力是怎麼樣的 他的血量是255 是其他角色的2.5倍 移動速度是加100% 基礎威力就多了20%哦 那其實在三個版本中呢 這個死神的基礎能力是隨機的 你可能會骰到一個血量超少 但是威力超高 或是攻速超高的角色 運氣超差 但是範圍超大恢復超快的這種死神 但現在的版本中呢 死神的能力已經是固定了 我覺得以前這個 可以骰的這個狀態下比較好玩 哎每次玩都有不同的狀況 那我們就開啟死神來玩玩看 我們去這個綠色大地 好哇好快哦 哎這跟開車一樣哎兩倍速 加100%有這麼快嗎 感覺比兩倍速還快哎 這蝙蝠們追不上我 然後一開始的武器就是這個死神鐮刀 就是已經進化過的武器 那好處是你也不用再選他的這個 被動能力哦 不用再選那個蠟燭視頻 然後很強哎 你基本上死神應該就是玩爽的吧 開啟最強角色 回開始就是最最猛的武器了 然後移動速度超快 已經看到我那個 畫面上的蝙蝠敵人根本追不上我 我就可以一直飆車 ok 我們終於辛苦了兩天兩夜 終於成功打倒死神了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我們今天的 所有的呃動作 所有的位置 所有的選項 啊如果能完美複製的話 我想應該能把勝利也複製下去 所以大家應該也能成功解鎖到死神哦 那大家可以參考看看有什麼問題呢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跟我說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大家拜拜 記得這位